城堡中全身九成灼傷的 萬能科大學生呂一鳴 經過了四天搶救 終於是脫險了 父親看到兒子可以自主呼吸 難掩心喜 醫護人員形容是奇蹟 醫護人員表示 一般的燒烫傷病患 每次青霜都痛得大叫 但是呂一鳴總是 靜靜聽醫護人員解釋 傷口藥清乾淨才會好得快 點頭配合 痛到五官扭曲都沒有喊痛 其他的五名傷患受他的影響 也激起了求生意志 忍痛接受清闖